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就是从这四个一产生的奇思妙想 站起来是一树 躺下来是一横 是从中国大陆年轻人的娱乐性活动发展起来的 十年前的2009年11月11日开始 淘宝天猫一些商家把这天宣传成了双十一狂欢节 变成了往上往下的购物节日 在加拿大呢 今天是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是国商节 也就是郑王将士纪念日 在美国呢 今天是退伍军人日 也可以翻译成老兵节 这也是一个联邦假日 今天早上我收看了马剧和王君涛的好几期访谈节目 有一期题目是团派漫谈 胡耀邦与中共团派基因 还有一期呢 是习近平灭了团派 还是团派并变 我听了觉得很亲切 很有意思 王君涛博士曾经是四五英雄 1976年的四五运动 是清明节前后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 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 1958年出生的王君涛 当时是一个17岁的高二学生 是他们班还是年级的团支部书记 在清明节组织两个班的学生 到天安门广场张贴诗词被抓起来关了八个月 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之后呢 他就作为反四人帮的英雄被上面看中了 问他是愿意做团的专职团干 还是愿意去读书 他愿意去读书 这样呢就把他安排选上了团中央的候补委员 上级考察他当然不是光看四五表现 七十年代末还是很讲阶级路线的 但是论家庭出身呢 他也是响当当的红二代太子党 父亲是军队老干部 到离休时 职务是中国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院务部政委 享受政军级待遇 顺便说一句啊 中共在搞政治运动的时候 总要造舆论 说是被推翻的阶级如何如何不甘心失败 他们的孝子贤孙怀着阶级仇恨挑战部长阶级专政 实际上从六十年代中期的文革开始 黑五类及其子女以及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 就被一波又一波引蛇出洞的运动 整得夹起尾巴做人 只许老老实实 不许乱说乱动 为了不给全家老少都带来灾难 多半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不会鸡蛋硬往石头上碰 不是被逼急了 兔子急了也咬人吗 不是被逼急了的话呢 他们就不会真的去挑战 王润仲在湖北当第一书记 文革初期讲的一句话 杀气腾腾 枪打出头鸟 倒是魏金生王军涛这样根正苗红的人 故意顾忌较少 更是风云人物 王军涛所回忆的几个问题 有的我比较熟悉 有的我有所耳闻 我是1982年秋天才知道四五英雄王军涛 是团中央的候补委员的 当时我大学毕业来到团中央才半年多点 到共青团开十届四中全会的简报组工作 军涛是会议的正式代表 我是位代表们服务的工作人员 那时我就感觉到主管简报组的团中央书记高占祥 以及简报组宣传组的其他资深同事 对王军涛都异常关注 用曹丕说的话来说 他有一句话叫洞见观瞻 就是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都别人关注 王军涛的发言常上简报 但上的呢多半是所谓内参简报 这种简报是直往上送 并不发到各代表团 也就是说他的功能是向上汇报 而不是交流 慢慢的我才知道 王军涛是团中央委员会里面的麻烦人物 但这一次团中央委员的全会呢 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 再过三两个月就要举行共情团十一次代表大会 就与他无缘了 就会以改选的名义让他选不上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要与前一届中央全会 也就是1981年秋天的共情团中央十届三中全会 差点翻车有关 上面感觉啊 王军涛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共情团十一大之前的第十届书记处班子 是一个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看来很不得力 很不令人满意的班子 那些班子中间呢 也有几位后来很得邓小平胡耀邦信任 是政治明星 例如胡启力 李瑞华安 但他们在团中央都待的时间不长 就挂着团中央书记的名弦 调任别的岗位 像胡启力 文革前曾任团中央候补书记 1978年呢 他从清华大学副校长的任上 回到团中央当书记处书记 全国清联主席 但是很快就到天津市担任市长了 这一届团中央班子的第一把手 韩英 本来在山西煤矿系统搞技术工作 文革中后期 他被任命为山西省委书记 就相当于后来的副书记 私人帮垮台以后 周围的官员垮了若干 他却经受住了审查 在1978年3月的山西党代会上 当选连任省委书记 后来呢 就由山西籍的华国锋 挑选上来 筹备团中央的恢复工作 后来就当了团中央第一书记 他被人视作文革中的火箭干部 当邓小平成功的搬开了华国锋之后啊 韩英也就地位越来越不稳了 韩英在任上 我感觉还是抓了不少 做了不少工作的 比如抓了全国新长城突击手评选 他和其他的正攻群团组织 发起了五奖四美运动 五奖四美活动 那个时候不能说是运动 而且呢 就是 在当时啊 他干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 总的来说就是想挽回啊 所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衰败 但是文革之后的青年 普遍发生信仰危机 思想解放运动中青年就更是思想活跃 向官方意识形态提出了越来越尖锐的挑战 党中央很希望团中央发挥所谓助手作用 最好能够冲锋在前 起码也能够抵挡一阵 减轻党中央所受的冲击 分散一些压力 当时明办康物 北京之春 四五论坛 探索等等都出笼了 要求平反冤假错案 要求落实政策 上访者大批拥进北京 西单墙上大字报不断激起 汹涌热潮 党中央实在是有点招架不住 再三要求团中央积极出面 做工作 因为上访者中间呢 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身份和诉求 是与共情团的工作范围有关的 例如像知识青年大回程啊 青年就业啊 等等这些社会问题 韩英等人呢 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 却被批评为软弱无力 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 更是节节败退 这个时候的团中央委员 候补委员中的 王军涛 韩志雄等人 又成为民主运动的骨干 不仅发文章 做演说 王军涛还在就读的北京大学里 积极竞选海淀区人民代表 名造一石啊 在他们看来 这是秉承了四五运动的真谛 而在当局看来呢 这些人正在走向反面 中央本来指望韩英等人 成功的控制住 王军涛这些不安定因素 把他的负面影响 控制在内部 不至于向社会上扩散 但这哪里是韩英办得到的 这就引起中央的越来越不满 关于韩英当年面对王军涛等人 做工作的尴尬 王军涛曾经对我说过 这次呢 他对这个节目主持人马聚也回忆 1980年团中央开会的时候 当时的第一书记韩英 派了两个书记 三个部长到北京组参加讨论 他说要处理我 后来是被胡耀邦制止的 胡耀邦从外地回来 韩英到机场迎接 向胡耀邦汇报了我的问题 胡耀邦说 年轻人愿意讨论一下问题 没有什么 你可以批评 但是不要组织处理 原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王若水 1994年在美国世界日报上发表文章 他有回忆 1979年的12月13日 当时担任中央秘书长 中宣部长的胡耀邦 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继伟 和副总编辑王若水 中宣部副部长朱慕之 和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 叫到他家里谈话 拿出了华国锋 邓小平 胡耀邦批示的一份公安部报告 给他们传阅 这份报告说呢 四五论坛的负责人 徐文丽 11月15日 到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 要求 把要求释放刘青的信 转给中央 王若水接见了 徐呢还说团中央也支持 所以邓小平批示 应要求王若水等人就此事提出正式报告 华国锋也批示 建议要帮木支和韩英同志抓一下 王若水对此事做了说明 另外还回忆说 韩英 在这次胡耀邦召集的谈话中 讲了他和王军涛谈话的情况 说这些年轻人 同我们想的不一样 他们认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 连17年也不是 不然为何不入日本 你看他这个观点 可他还信心十足 韩英还找了王军涛爸爸 他爸爸也说服不了儿子 韩英这里说的17年 要对今天的观众解释一下 文革中和文革后 这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概念 指的是从1949年中共建政 所谓新中国成立 到1966年文革爆发的17年 文革中猛批17年 是刘少奇邓小平如何复辟资本主义 文革后又大力歌颂17年 将之说成是社会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 但韩英告状说 王革涛他们认为17年也不是社会主义 胡耀邦问 那怎么会把他选进团中央 韩英说 他是四五英雄 不选他不行啊 韩英还谈到了 为什么对王革涛等人做不通工作 读书没他们多啊 软的没有效果 硬的胡耀邦又不同意 韩英他们对付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异端青年真是里外不适人 也让党中央左右为难 1981年的共情团十届三中全会 中央就调派了四个干部 要放在团中央书记处当书记 四个人是维吾尔族的科幽木八五东 王建公 元帅外交家陈毅的儿子陈浩苏 中共元老何长公的儿子何光伟 这种由中共任命共情团等群众组织负责人的做法 早是中共的惯例 共情团机关就是一个小一号的共产党机关 其机构设置完全比照与党中央等机构对口的要求 现在的团中央机关设置哪些部门呢 我因为离开团中央机关已经太久了 完全不清楚了 但是我在那工作的时间 在团中央书记处下面设有六部 一听一伪一试 也就是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国际联络部 工农青年部学校部办公厅 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和研究室 与中共中央的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对外联络部办公厅研究室 不仅名称上一样或者类似 其工作内容也上下对应衔接 而与中共中央像类似的还有 党有党报党刊 团也有团报团刊 像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 还有面对少年儿童的许多报刊杂志 党有党校 团也有团校 后来改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党有出版机构 团也有出版机构 像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只有一个中国青年旅行社 是党的机关没有的 这里我说的都是八十年代初期的情况 后来当然有了很大变化 许多机构以及发展的庞大无比 在党中央眼里 团中央就是共产党的青年工作部 从中央调干部是惯例 以前一直这么做 从来没有想到有什么不妥 不要帮当年就是这么被毛泽东一声令下 从四川调来 韩英也是这么被华国锋一声令下 从山西调来 胡耀邦这次也就亲车熟路 将党中央的参沙子的人事决定 通知了韩英等团中央领导负责人 当然了 团中央毕竟在名义上 还是一个群众组织 他们还是要走一走过场 所以要在团中央的全会上 让所有的团中央委员们举一举手 但是没想到 以前对这种做法 从来就是像指头赞成票的申计栏 不表异议 这些团中央委员们 这次却破天荒的表示了抵制 或许是因为当时 北京和全国民主风潮高涨 团中央委员们被起了盟 或许是感到此四人一来 会堵塞了原来某些人 以为非极莫属的生前之路 或许跟随韩英的一些人 感到党中央的这个矛头 冲着自己 总之 在团中央全会的小组讨论中 酝酿新人名单时 大家牢骚冲天 质问这些高干子弟 何德何能 七年工作又毫无经验 今后怎么领导全团 为什么不从多年的团干部中间提拔 而且从这些人原来的岗位 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难道不是乘坐了直升飞机吗 像王军涛等人意见 当然就更多 更尖锐 更深入 他质问党中央把群众组织的权力 置于何地 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团中央的韩英等人 没有思想准备 大吃一惊 赶快连夜分头 说服 最后在选举中总算是勉强保住了四个人当选 但是票数低的惊人 其中王建功呢 比半数仅仅多三票 党中央非常难堪和震惊 胡耀邦后来严厉的批评了韩英等人 胡耀邦是我非常尊敬的开明领导人 但是他这一次的批评 我觉得没有多少道理 这四个新人呢 我在团中央工作期间 只跟陈浩素有些接触 我感觉他很有书生气 因为是从军事科学院调来的 对军史战争史的兴趣非常浓 有一次 为了起草共勤团十一大的文件 团中央几个书记分别下去调查和征求省市团委的意见 陈浩素带了几个人 其中呢就有刚到团中央才几个月的我 在江西考察了半个来月 去了南昌和井冈山赣州等地 在南昌照例要参观八一七一纪念馆 馆方知道是陈老总的儿子来了 接待也就分外热情 陈浩素尽头来了 看着地图啊 墙上挂着大地图 他就滔滔不绝的讲起来 把馆方安排的解说员都听傻了 不过那次有个情景我看来心里不好受 团中央团省委团地委加上团的党的省委的有关部门的官员 开了至少一辆面包车两三辆小车在江西的公路上跑 八十年代初期的江西相当穷 农村很简陋 但是路上很多上学放学的小学生一看到车队经过都立即停下来面对车队拍手表示欢迎 那段日子是雨季天下着小雨 地上非常泥泥 红土地上的红色泥水 车一过去就见到他们这孩子身上 这肯定是当地这么教育的 看见小车小轿车面包车经过就要停下来鼓掌欢迎 别的省市都没有这样 只有江西 尤其是老区 陈浩苏与我级别隔着四五层 但是因为我在读书期间五门怒末成了所谓的中国作协的会员 陈浩苏呢也跟他的父亲一样有写诗的嗜好 当然陈义啊 他被称为儒乌将 有些诗写得很有气魄 比如他的《梅领三章》有这样的句子 此去全台急救部 惊奇十万斩阎罗 就说死了到黄泉 也要造阎王爷的反 他还写过一组干男游击词也是传颂一时的 很有战争生活气息 也表达了坚韧乐观的情绪 陈浩苏当然没有父亲那样的豪气和才气 但是有这个爱好呢 在精神领域他有一份追求 所以感觉到呢 与我有一定的共同语言 王军涛也说 他对陈浩苏感觉比较亲近 因为王的父亲啊 王军涛的父亲也是搞军事研究的 有一次王军涛就问陈浩苏 如果第一次 第五次围剿 毛泽东没有被左倾机会主因的几个人搞下去 还是由他来指挥仿围剿 是不是会有不同的结果 不至于失败呢 陈浩苏认为 还是会失败 因为前几次之所以能成功战胜围剿 是因为当时中国军阀混战 蒋介石要应付 腾不出手来 所以中共的红军就钻了空子 才能隔居一脚 但是蒋介石在平定了地方军阀之后 转过头来对付苏区红军这个心腹之患 实力对比悬殊 谁来掌军也是无法抵挡的 这个说法是实事求是的 所以军涛对陈的印象是不错的 王军涛与马剧的访谈节目 还促使我想到了很多问题 下次节目再谈 感谢大家 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